各位評審委員大家好 本組的作品名稱是 地利能潔如魚得水 以創意動機 消費系統預料 除了有序肥產品認證 代表有序生產的認證 鼓勵消費者採扣 建議消費者想品嘗台餵食 除了魚的種類選擇 也把環境保護生態永續 責任生產列為考量 透過消費為地球守護海洋生態 二 作品特色以創作特質 選擇台灣在地食材 南投竹山生產的地瓜 海南頂角 南投縣五郭魚利用在地食材 作為創意料理 研發地瓜和泥角新口味 在內壇中加入地瓜泥和泥角泥 創造出新的水餃品口味 選擇以台灣雕作為水餃 選擇以廣泛養殖的魚種 支撐的五郭魚 作為本組研發水餃的內餡 中西合併的風味 使用的是奶油、蒜頭、洋蔥、九層塔、鮮奶油 製作中西合併風格的水餃 外皮不坦迷你一口角 製作客人好喜的一口角 分析表 目前市上會有利用地瓜與鱗角及肉製成 使用地瓜粉的色素及鱗角製作環保的概念 稱為優勢 處理前先去皮去骨再製作魚角肉 鱗角較硬去燜煮較長的時間 叫做烈飾 利用地瓜鱗角魚開發更多水餃口味 不論男女老少 購買足取 稱為機會 產品在推出後不易模仿 因名氣不高不易推廣 叫做烈飾 九層塔、行銷分析 一、食藥產品 二、制定價格 三、行銷通道 四、促銷策略 以目標取克 六、規劃 七、合作 八、包裝 研發設計流程 一、擬定研究方案 的主題方向 二、收集法 3. 產品實作研發 4. 產品求證 5. 進行問卷調查 6. 匯整資料分析 7. 訴說結論與建議 5. 行銷策略 1. 主要產品以地瓜、魚餃、魚肉作為主要產品 2. 訂製價格 2. 二十顆、兩百 3. 行銷通路、透過IG、掐討 4. 促銷策略 在IG、分享、解讀、發達現實動態和想法文字 5. 目標課題所定、大眾課題 6. 規劃工作分析之下明確的目標及規劃能夠更有效率的完成行銷器 7. 合作關係透過於產家的合作 8. 合作關係透過於產品 8. 包裝 8. 產品為天家防護器 6. 落後設計 6. 藍色帽子代表海洋 6. 藍色特別名說 8. 藍色的領鉅物性 9. 藍色看護膚物性 8. 銀色帽子代表海洋 7. 藍色 9. 藍色互質代表地瓜的外皮 其解论 地瓜鱼角自全有学校 教授大宗喜来 地瓜鱼鱼角是相比 地瓜更受到的 以上是文竹的报告 谢谢大家